使用前取下采样头盖 按下开机键 进入开机界面 等待后进入登录界面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点击登录 进入仪器的测试界面 每次测量前 需要在右侧菜单选择房间 选择置信度开关 选择完成后可点击右下方进行测量 在左上方可选择显示单位 周期立方英尺或立方米 右上方为状态选择 可勾选观察 表示在测试过程中能实时观测到数据 保存及对当前周期测试的数据进行保存 打印及实时打印 每一次测量完整以后会打印出所测试的数据 清除设置按键 进入仪器参数的设置 可进行设备设置 系统设置和其他设置 点击进入房间设置 可根据实际需要 对测试的房间进行增加 也可以对已创建的房间 进行参数编辑和删除 点击右下角新增 添加新房间 按需求对房间名称 面积 气流 状态 以及UCL和房间等级进行设置和选择 完成后点击确定进行保存 点击左上角返回 进入测量设置 可对采样周期 间隔次数和延时等进行设置 测量周期及测量一次所用的时间 一般为60秒 间隔时间是两次测量所间隔的时间 连续测量则间隔为0 测量次数是连续测量的次数 延时时间是点击测量后 与开始技术所间隔的时间 设置完成后返回 报警设置 点击进入界面 在报警设置中 可设置通道的预警和报警的上下线 测量时将参照此标准 完成设置后可按确认并返回 在设置系统设置中 可以对WiFi、蓝牙、日期和语言进行设置 进入蓝牙设置 点击右上角开关 打开蓝牙 搜索到蓝牙打印机后 可进行连接 点击左下角退出 在时间日期设置中 可以手动设置 也可以联网自动对视 在语言设置中 可切换中英文 在设置、其他设置中 可以进行用户管理、密码修改、安装更新等设置 在用户管理设置中 系统管理员可以分配和修改用户 数据查询 可以查找到所有已经新建好的用户 或通过输入关键词查找到用户 点击右下角新建 可以新增加所需要的用户 修改密码 每个用户都只能修改自己的密码 输入两边一致的新密码方可成功修改密码 在安装更新中 可以查看是否有新版本 设置界面点击左上角返回测量界面 测量之前 需要对我们的仪器进行清零 此处需注意自静器有方向 请顺着自静器上的箭头标示方向 来进行安装 拔下防尘帽 插上自静器 然后点击屏幕右下角测量键 开始进行清零 若在十组数据当中出现连续三组 数据都为零的情况下 表示已清零 可取下自静器 点击停止键完成自静 选择设置好的房间后 点击测量 仪器运行过程中 请勿再进行参数设置 只要在测量前 选择置信度开或关 可选择进行普通测量 或置信度测量 显示模式会根据设置好的 显示实时测得的数据 或上一周期的浓度值 下方显示的为 当前流量的实时值 上方勾选保存时 测量结束自动进行数据存储 所有数据可以在数据查询中查找到 仪器的数据查询 可在测试结束后 清除右上角搜索按键进入 可进行普通数据 置信度数据和操作日志的查询 可以按房间名称和时间段 设定适当的起始时间查询 查询到后 点击打印则打印该组数据 插上U盘后点击导出按钮 可将显示的数据以PDF格式导入到U盘中 在测试过程中 测试过程中若流量出现异常 将自动停止测量 且在流量出现异常时进行提示 测量完成后点击停止 即可关闭采样泵 重新进入待机状态 测试完成后 拔下采样管后插上防尘帽 然后关机 使用完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